我們常講嘛 警察抓人 法官放人 現在更好笑 警察抓人 法官輕判 千玉縱容 要怎麼看怎麼看 要逃遇就逃遇 逃遇了還不敢回報 直到發生了這一件 殺警案 你們不知道哪一個人 我忘記了給我講 居然敢殺警 一定要判死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不要殺到警察 只要不要殺到做官的 小老百姓怎麼殺 你們都不 你們都 隨便 你們這些狗官啊 可以去看這兩年的判刑 一大堆把人騷啦 把人殺的萬七八糟 都可以被叫化 我終於嫌罵到現在 我到現在還沒不贊成 就是廢死啊 這一種像我這種 殺人未遂 還拿一把自治手槍 一個半七年一個半八年 各位知道我們裡面 還有四五十個死刑犯嗎 永遠都不會執行 就是你判他死刑了 他還是不執行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他都不都不願意修改 這些法律的東西 藍綠都一樣啊 不是貪污嗎 就亂搞嘛 不然就下面養一大堆黑道嘛 所以 總有一天火味燒在自己身上 所以這樣不願意改啊 我們常講嘛 警察抓人法官放了 現在更好笑 警察抓人法官輕判 千玉縱容 要怎麼看怎麼看 要逃遇就逃遇 逃遇了還不敢回報 直到發生了這一件 殺警案 這麼多人跑了 他也不通報 我們社會大眾都不知道 如果今天跑了一個殺人犯 今天跑了一個變態犯 今天跑了一個強姦犯 你為什麼不趕快通報趕快抓 直到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才知道 台灣的法律真他X的 我們現在看一看真他X的有夠爛 司法改革簡直是個笑話 司法改革嘛 裡面原來是這麼腐敗 從外疫間 從各個監獄的管理 我相信都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館長一向很支持警察 你們不知道哪一個人 我忘記了 給我解 居然敢殺警 一定要判死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不要殺到警察 只要不要殺到做官的 小老百姓怎麼殺 你們都不 你們都 隨便 你們這些狗官啊 可以去看這兩年的判刑 一大堆把人燒啦 把人殺的亂七八糟 都可以被叫化 你意思就是說 殺警就要判死刑 不殺警都是免死 我從以前罵到現在 我到現在還滿不贊成的 就是廢死啊 這一種法律制度 這一種警察制度 這一種殺人免死制度 這一種像我這種 殺人未遂 還拿一把自治手槍 一個半七年 一個半八年 殺人未遂加持有槍械 還X開槍殺人 有計劃性的 我真的不懂 執政黨對於 絞證署對於司法 到底在做什麼 非常好笑的是 這都打臉你講出來的政策 第一個叫社會安全網 第二個 我要給小燈泡一個清白 司法改革 改在哪裡 嗯? 民進黨到現在 執政的六年 執行了多少次死刑 看死刑是一回事 執行又是一回事 各位知道我們裡面 還有四五十個死刑犯嗎 永遠都不會執行 就是你判他死刑了 他還是不執行 因為司法部長要簽 沒有人要簽 還是不執行 你判他死刑 他是不會執行的 叫死刑 司法部長出來 就一部好像 哦我們檢討啊 哦就這樣 怎麼檢討 如果今天是警察做錯事 拔官的拔官 調職的調職 開除的開除 寄過的寄過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他都不都不願意修改 這些法律的東西 藍綠都一樣啊 下面都有自己的黑社會啊 下面都有自己貪賬王法 下面都有自己權貴啊 藍寶會出事嘛 不是貪污嗎 就亂搞嘛 不然就下面養一大堆黑道嘛 所以總有一天火會燒在自己身上 所以他們不願意改啊 你改了 他們以後哪有外衣間可以關 你改了 以後火刷到他身上的時候 或是燒到他朋友的時候 或是燒到他養到的那些黑道的時候 不是很麻煩嗎 想要怎樣就怎樣 你們這些立委到底在幹嘛